剛剛過去的星期就超級星期六 因為BIG4叫做 港超前列的四隊球隊 就互片 首先 第一場球就是東方對著大埔 這場球大埔主場對東方是非常有看頭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隊球隊今年表現非常亮麗 也算是相對以今屆港超來說 其中兩隊比較對版的兩隊 很多球迷看了季初的幾場球 尤其是那兩個月 其實也有觀感覺得 今年這兩隊都是增加大熱門 也有很多人認為這兩隊球 就是今年可以叫做港超 就是他們兩個爭冠軍 再加上他們兩隊球 都已經是聯賽跨季超過十幾二十場球 我忘記了exactly 因為好像十七場一對二十幾場 兩隊都是跨季不敗的 聯賽就沒有輸過球 再加上今季也是唯一兩隊 在港超聯唯一兩隊沒有輸過球的球隊 所以這兩隊對碰相當有看頭 不過先講入場人數 我就略嫌這場球的入場人數 就比較失望一些 大家知道今場球 就是大埔今季在Big 4 裡面 第三場主場的賽事 跟大家說說頭兩場的賽果 首先他2比1就贏了李文 接著就1比0人結智 兩場球都是1440幾 1450幾 這場球對著東方是1462 我相信這個似乎就是 在季初來說 對於球迷來說 這個起碼的吸引力 這個就是基本盤了 我的感覺就是有一點見頂 坦白說兩隊球都踢得好 表現亦都相對不趕客 我不敢說是很吸客 但是只有1400人左右 其實我覺得就相對少一些 其實以這些比賽應該 應該有加成 我想起碼都近兩 起碼有2000人左右才算合理 因為這場球場最多試過 當年有一場在甲組賽事 就是對藍華 那時候大埔對藍華試過2500多人 其實他還可以塞多1000人在球場 但是那2500多人那次 有沒有開小看台 有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其實現在我們都不太知道 究竟康民署是以什麼基準去開這個 大家知道在龍門後面 很遠就有一個實勢的觀眾席 那個場的邊就等於什麼 等於將軍澳的邊一樣 基本上是一個百武達三角洲 我相信其實如果要開 我估計可能就是在賽前的預售賣得很厲害 知道都差不多爆緊才要開那邊 為什麼呢 你知道康民署的姐姐和叔叔要安排人手 你要開那邊的觀眾席 又要多一些人 然後下面的洗手間又要開 又要找兩個姐姐來看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本身他的主看台都坐不滿 那就不要說高便 這場球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是我們在賽前都會預期 大埔已經在兩場球贏了另外兩隊強隊 那可不可以 像Billy上次說的 可不可以在主場第三度KOB4的球隊呢 這場球大家知道賽果 雙方就踢成1比1平手 其實踢起來也算是飛沙砍石的 為什麼呢 你問我在賽前對於這兩隊球隊的預期是怎樣呢 我就會認為 兩隊球隊應該都是比較保守的 尤其是大埔 他們那些球隊很慢熱的 即是 上一次對著 無論是李文也好 或者對著潔志也好 又熱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他們入局很遲 那麼這場球也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麼對於東方來說 作下通常他們都不會一開始就跟你搶那種球隊 那麼我就預期這場球是一場 都幾五五球之餘 也都不會很多入球 隨時是和球的結果 那麼猜不到就是 的確是到最後是這樣 但是呢其實 你說戰程是不是 好像我們預期說 就是大家看好保守又不是的 那麼先說一下兩隊的出賽陣容 那麼在大埔方面呢 守門員就用了嘉榮 四個後防呢 一隊中堅就是加比爾 拍著馬卡雷那 那麼左閘他們用了鄭哲心 右閘就用了 就是今年已經找錯大埔的 右閘的嘉豪 嘉豪大家都知道 今年他的表現非常之好 也都很得堅Sir的歡心 就是已經成功地拿到這個右閘位的席位 那麼中場就有些另外的意外 為什麼呢 這場球的中場就用了羅振廷 用了柏蓮 另外用了伊高沙托 那麼這場球的伊高 踢正選 他就不是踢邊 就找了他踢中場這個位置 那麼就找少爺仔 就坐了後備 那麼前面呢 三個前鋒 就包括了前面的盧卡斯 右邊的馬卡雷那 大家容易點猜 但是呢 左邊的前鋒 就用了李洛謙 那麼就是如果大家呢 近季初有看過大埔的比賽都知道呢 很多時候大埔都會將 尤其是堅Sir會很喜歡把李洛謙放在後臂 也都挺肯用他的 但是呢 把他踢正選呢 就真的令我有一點點意外 那麼 那麼 也可以看到 堅Sir其實都挺棄中這個小將 那麼過去那幾場球呢 就算對著李文也好 對著潔志 後臂下來呢 他是有課交的 但是呢 後臂和正選也真的有些分別 那麼這場球呢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強強對碰的情況下呢 堅Sir又好像計上一場 八強對著銀牌輸給潔志的那場球 又在這場球上有些試陣的意味 那麼所以其實呢 在開球的初段呢 其實就挺奇怪的 就是我覺得大埔呢 為什麼運了李洛謙提正選呢 用了一個不是經常踢的拍連力 打這個防中的位置 因為大家知道呢 過去很多場球呢 這個位置是誰呢 就是Remy來的 就是杜國瑜的 他也踢得挺好的 那麼這場球就不知為何就找了他 再加上呢 用了伊高去踢中場這個位置呢 他這個打法呢 就在比賽裡面 就有點像那些自由人那樣的 大家知道 因為西木踢法 不知道 他又不像費蘭道那種 不是說協助防守 他只是在中場那裡 忽左又忽右 即是有空幫一下李洛謙 有空又去到右邊 幫一下馬卡雷拿 這樣啦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伊高的踢這個位置 似乎就不太習慣了 是的 所以呢 對於東方的後防 大家知道東方的後防是怎樣的 相對來說 我就覺得 不是有太多的優勢 好了 至於東方方面 採用了葉蓬輝 一對中堅 都是好像所有屬面 因為東方就不會有很大變動的 嗯 那正選十一人裡面 我想有七至八件 基本上都是 長長都見的了 沒錯 丹尼爾拍著高蘇巴尼夫一對中堅 左閘就用了王子號 右閘就用了阿里斯祖祖 中場呢 在三個位置 就用了傻幫 就踢一個防守中場 類似一個六號位 墮後一點點 前面兩個應該是Jazz 加上馬高斯 大家知道 Frako還是養傷當中的 要不然這個位置 就一定是Frako打的 我猜不到Frako傷這麼久 因為之前Frako應該是去 亞冠 對香港隊 對香港隊之前 就高掛面戰牌 只要踢香港隊 在免疫之前 還要夾著雙 扎著上陣 都踢了一陣 踢了半場 不要不夠人的那場 東方 到現在都還沒出得回 前鋒三個 用了巴路斯 另外左右邊就是 吳宇希 右邊就是阿添米馬希 其實踢下來 我覺得東方 始終他的陣容 相對比較完整和正老 剛才說過 用了EGO踢中場 拍連來也真的 這個球員 在今季我看了幾場球 暫時未知道 這個球員的作用在哪裏 你說他是不是不硬正 他是硬正 你說他是不是做掃蕩不好 又不是 但是總是 似乎不是跟隊友有太多默契 始終可能踢得少 再加上就是 他的定位不是很清晰 拍著羅振廷 有些分工不太清楚 再加上EGO在中場 踢一個不太正確的位置 其實中場的優勢 相對比較吃虧 大家都知道 別人中場是誰 Jesse 又有傻邦 又有馬高斯 幾個都是有經驗 以及走位都挺多變的球員 所以其實中場的優勢 開球的初段 其實大埔是相對比較吃虧的 我看到球迷留言說 在現場聽打氣聲 不覺得是大埔主場 的確是 不單止是球迷的氣勢 有些被東方反擊 反過來就是 在比賽的初段 也有些反合為主的感覺 很快 九分鐘大埔已經輸球了 巴科爾接應 馬高斯在左路的傳中 接近處 頂入 其實這個球進來 都會看到其實大埔的後方 幾大意 大家都知道過往 馬高斯山道士 拍攝這個加比爾 是挺穩固的 有高大 而且球都挺缺斷 但不知道為什麼 被巴老師 在近處這樣擠進去 就輸了第一球 我覺得打了那群人 尤其是在自己主場 想著 他們本身都慢熱 還要先輸一球球 我覺得對於大埔有些困難 還有 東方呢 其實 你贏中球來講 你要追落後 對著這隊球都挺難的 嗯 過往也有很多球隊 我們不說那些同級的球隊 我可以這麼說 中下游的球隊 譬如 現在前面的四隊 後面的五隊 包括南區 基本上東方贏中球 後面的幾隊不能追 即是很難在東方身上 可以在落後的環境中追回 大埔也相對厲害 但是呢 我很同意直播的時候 忘記是不是大頭說的 他們的好處就是 早輸球 失球早 還有很多時間 讓他們慢慢去調整 這是黃興貴的理論 是的 的確是 阿希聽說 Frago後備復出 是後備有出的 但是 正選就沒有踢到 但是 似乎還沒用得 我自己覺得 左路比巴科爾多次突襲 都是的 我自己反而特別要講一下大埔的後防 除了剛才說八年來相對比較差 好像也挺多犯錯 第二 就是最重要 剛才你看些片段 最主要的犯錯就是來自哪個 就是來自馬高斯山道士 雙本場不知道做什麼 反而往時最穩陣的 今場都派了幾球交 如果大家有看一場球 當贏了一球之後 在精華中看到 吳宇希有一個球 其實東方也是在球隊的球上去 誰不知他那麼漏 就給吳宇希一單刀 幸好嘉榮也要聰明 還有就是 你看到 東方反過來 剛才我們說的大埔 他是 堅Sir也挺重用李洛謙 對面 其實東方 看到阿希露也很信任吳宇希 但是始終這個球員他年輕 有時候略嫌 他的能力和吉時 甚至乎那種破關的能力 那種喘要力 是不懷疑的 但是略嫌他還是年輕一點 有時候埋滿那些火候也還差一點點 其實這球球很有機會可以拉開紀錄 你想像到如果上半場 大埔是落後兩球的話 我也挺肯定大埔應該追不到 就是 二東方的防守力 就是有一點點放生對手的感覺 再加上 你說大埔是否沒有 也不是的 靠一些死球 或者有時候高球 我記得在上半場的尾段 加比也試過 那球頂中尾 嗯 而且也是靠大舊佬卡斯 在前面開路 我就若然這場球 講到佬卡斯 他的意見位比較少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供應不夠 因為 盧卡斯這種老鬼球 其實他就很巴西幫 大家知道 他們都是來自德城 整班 尤其是盧卡斯 以前的費蘭道 甚至乎 現在在李文的艾華頓 他們這班 祖練奴這些 其實他們都是相對 信任同鄉那班 嗯 你看到這場球 你看到他有球 他就自己去 搞不定 就是交球 只是給馬卡雷娜而已 對 但是跟李樂謙的呼應很少 好像不太信男生的感覺 變成就 我覺得配合不夠 令到李樂謙打正選 反而那個威脅性很低 變成就 我覺得上半場 對於大埔來說 我覺得他們上半場的表現 是比較失望一點的 所以上半場 落後一球也很合理 那麼 東方也是看回慈禹家波 老實說 就是穩穩陣陣 有機會就攻 攻不到就 站在後面 你攻不行 我也不會跟你急 我幻想拿著那個球 沒錯 再加上贏球 更加容易踢 那麼去到下半場 其實阿堅老師都很快按鍵 都看到不對勁 少爺 少爺 還有尼高拉斯 就換走鄭志森 還有李樂謙 我看見 其實一對左路的 邊路 整個左路都改變了 變了人 那麼找尼高拉斯 然後就放正 簡單來說 就找尼高 踢回李樂謙 在左邊的位置 那麼少爺就踢回自己 在中場的位置 做一個串連 那麼我覺得其實 相對 叫做帶三番對球 還有中間點多了 真的看到成效 五十幾分鐘 應該是五十六分鐘 嗯 也是靠尼高在左路的傳中 那麼被馬卡雷娜 就攝贏了王子 那麼很輕鬆 頂回1比1 那麼我看到 下半場開始 其實阿堅老師都找到 東方的缺點 就是呢 很多球都在左邊 搞王子 是 那麼變成 其實在東方的防守 的左路 其實都挺風聲學淚的 那麼很多時候 你見到馬高斯 甚至乎丹利爾都移腳 那邊去幫忙做防守 那麼我覺得暫時來說呢 如果其他球隊 懂得對付東方的話 其實他左路的防守 的確是有一點點漏洞 有時候王子呢 他轉身相對比較慢一點 雖然他的路數是不錯 但是呢 他始終 在防守方面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被人有些救病 尤其是他當然 我記得是去年 去年年中還是年初的時候 自從他入選了香港隊 傷了之後呢 基本上就 表現就好像差了一點 那麼現在暫時來說 左路也都不是太多的人選 那麼除了他 可能有時間 不捉出大哥 甚至乎有時候 賀爾都會去那邊 那邊捏肩 但是始終左路呢 未見到東方 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左閘 去頂這個位 是 嗯 所以我覺得 芯仔完全是什麼 沒有句好球 少少 那麼叫做 貢獻不多 那麼防守方面呢 其實你說上半場 你說下半場大埔搞東方的左閘 那麼 芯仔又何嘗不是 其實 右邊的家豪呢 就很稱職的 助攻助手 都很適合的了 家豪有一個左腳競勝 被阿輝救到 其實我覺得家豪 是不是值得西木sir去留意一下呢 這個閘位 其實當然在香港隊很多閘 但是其實家豪的防守力 和他近期都很適合 大家都可以 即是我覺得 怎樣也好 我不知道初選 我忘記了有沒有他 但是 是不是值得可以入選一下香港隊 我覺得其實 家豪近期的表現非常之好 好 到昨天的留言先 家榮也要讚一下 家榮其實 其實都夠了很多球 尤其是未開記錄的時候 都好像 三分四次都撲夠 家比爾今場是發瘋 不是家比爾發瘋 家比爾都拿紅牌 拿紅牌就是下半場 下半場 其實大家看到 大埔追回1比1之後 其實有一段 都攻擊得很厲害 其實你說 堅Sir有調動 東方也相對有反應 下半場 也換了一些人出來 包括換了 菲利皮 即是廢利普薩 也換了一些調動 其實都頂得住 尤其是下半場 其實大埔也頗有決心 在一段時間滾上去 但是很奇怪 攻擊到差不多七十多分鐘 看到攻擊也不進去 開始大埔有一點修友的感覺 令到一場球有些膠著 所以到了尾段 大家有一點怕輸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的感覺 就是看完這一周 四強的隊友 剛好四隊都是四大巨頭 大家好像三循環 就預計了第一個循環 就是先看著來吃 對 贏不了就首先不要輸 就是先拿著一分 沒有壞 沒錯 下半場他們也換了拿雅出來 拿雅看起來不錯 有時候大家看上一次 對著阿冠二那場作客 加上這場的後備出來 其實他值得多一點踢的機會 如果剛才我們說 暫時如果王子那位是一個血口 是否可以下一個內下 找拿雅去踢呢 因為其實他很多時候都換出來 都踢了一個左閘位 有時候右閘位 都會左右拉肩 既然現在王子似乎 給大家不太有信心 還有一些對手 開始看到你的弱點 是否應該要封一下這個位置 所以主持們 怎麼看少爺這兩場沒有正選 我是否在狀態下滑 狀衣高 可不可以大膽一點 老實說 你說Philip 今季的確是表現 相對來說 我自己覺得 沒有上一季的表現那麼亮麗 不知道是否因為 今年多了很多人和他分開他的工作 是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明顯 其實之前 在少爺上很責重 在少爺上做了所有事情 但是現在相對上 一來盧卡斯就越來越好 二來其實有依高 分擔了多了他可以做的事 所以變成 老實說 現在一個賽季這麼長 是否長場正選 對少爺來說最好呢 雖然少爺現在的體能 強了很多 都叫當打 但是大家一向都知道 少爺就 我覺得少爺 省著來用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堅守一下 我想少爺就會比較 接受這個安排 如果你說另一個領隊 可能少爺會覺得 你不重用 我就會影響了他的作戰心態 但是如果在堅守下 我覺得堅Sir和他的關係 是有足夠的互信 比少爺少爺 這個我覺得也重要 所以少爺就著來用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你看到下半場出來 其實是有效果的 我自己感覺幾方面 除了剛才Wingo這個原因以外 另外一件事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聯賽 港隊 對於少爺的疲於奔命 其實都頗有消耗的 大家知道 之前的年多兩年 其實用到少爺很盡 菲律寶齋 他都可以拿到足球先生 其實都去了一個頗大的高峰 所以球員不可能長期 都是一個這麼高峰的情況 我自己也同意是有些下滑 亦跟打法和作用不同 因為去年 少爺為什麼會這麼銳利 除了他是一個 一比零的關鍵先生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在攻不入的時間 前鋒啞火 他有一些後插 你知道他入禁區那一刻的 威脅性都大 但是今年有依高 很多時候的球員會做兩邊多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的杜國瑜 在中場掃蕩 亦都相對來說 減輕了他的功夫 其實少爺 你看到很多時候 他就在部位多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 球員不到他的腳下 或者他沒有怎麼參與 你就覺得他的表現少了 其實你說是否沒有機會 不是的 那整個球櫃慢慢長老 尤其是今年三循環 我又覺得不是一件很大的問題 反而反過來 我要同意Bob所說 比迪高真的比較可惜 在這個時候的比迪高 少爺都沒有怎麼用到他的位置 相對比迪高 可能出場機會 會比上一季更少 你說堅Sir省著用 還是怎樣 只有他才知道 老實說 你長一場球都說省著用 那什麼時候才用呢 上一場球就說 對著潔節踢這個銀牌八強 就說那杯子 贏了又沒有亞洲賽踢 就叫他嘗試一下 沒有放的 大家都會期待 今場球大埔浩就會流力 在這場打算射中東方 就拉到聯賽的優勢 但是今場球踢下去 他又不像 你說下半場 換人換一適宜 很快追回1比1之後 有些一段時間攻 其實是頗銳利 但是攻不進 還有我覺得 現在到了季初這段時間 其實大埔的進攻 其實都頗靠馬卡雷拿 他的表現都頗重要 尤其是你看到他在季初越踢越好 在右路的威脅又大 之前贏的李文也是靠他的入球 前面的盧卡斯 稍微被人記錄死的時間 其實大埔的 我自己覺得不是太多板斧 不知道是不是堅Sir 不想這麼快被人看穿他的套路 還是留待之後才用 不知道 但是在季初這兩三個月看 似乎不是太有說服力 老實說 你說對中下游的人 我們不說 你看到我們說的比賽都是說Big Four 胡劈 你說對中下游的人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對中下游的人 當然會贏得到 但是 如果對著同級對手 我就覺得不太有優勢 尤其是今場球 東方也看得挺硬 你看到巴道姆的雙語復出 費利普薩也可以出現的時候 其實東方的Pan B 他的禁制 可以改變戰局的能力 我覺得比大埔更好 對 現在東方來說 我覺得真的挺全面的 你想想如果巴道姆 真的完全是高級出現 還有巴老師 其實這個組合真的挺瘋的 對 講一下紅牌 去到90加5的時候 加比爾的紅牌 又是 就是講了帕蓮尼 為什麼說他定位 那個球也是帕蓮尼 類勾他的 即是加個球 不湯不水 被人搶到 類到加比爾在後面 就把對西娃下 拿了紅牌 我想他也挺吵的 即是無端端的 在90多分鐘 當然 我覺得他唯一的幸運 就是什麼呢 長球保時 保得差不多完 那時候加比爾要拿紅牌 如果不是 你最後在保時 或者尾段的5分 10分鐘 比東方打多一個 隨時輸 對 對 我覺得這場球 在幾五五球 大家都怕輸的環境下 我覺得1比1 這個和球是合理的 大家都有機會 我覺得 三場環 還有很多場比賽 要踢 其實在這場 不如說東方 東方 剛才說了大埔 對著前列球隊 其實東方 唯一會有失分的情況 就是之前試過作客 在九龍城身上 就失了兩分 除此之外 他對著李文 以及贏了李文 東方就未對潔志 這場球 和了大埔 都不是壞事 他仍然 都還在榜手上領著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於Shino來講 作客 又要兼顧壓冠的賽事 這場球 能夠在不輸球的環境下 全身而來 我覺得他應該都收貨 否則的話 我自己覺得 其實東方唯一可以彈 他贏了一比零之後 其實他有能力 可以再擠多一點 再擠多一球 但是我覺得 雖然是比較保守一點 也不是在領先的情況下 太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點顧忌 怕大埔的反擊之類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略嫌他比較保守 其實他有權在贏球的情況下 做多一點優勢 我覺得感覺像什麼 就是上一次 如果大家有看大埔 對李文那場球 也是這樣的 就是反過來的角色 當時李文領先一球 這場球也是東方 作客令才一球 我覺得他們有點像 就是相對比較保守 但是分別就是李文守不住 去到下半場就連輸兩球 東方就在下半場被追回一球 最後打和 我覺得形勢有點像 但是怎樣也好 我覺得始終三場環 大家還要打多兩場 哪一隊能夠笑到最後沒有人知 但是這場球我覺得 相對和波比較合理一點 在一起 然後再次看一看 再次看一看 再次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